球感就是对球的这个节奏 对 乒乓球它是有节奏感的 然后呢 这个球打过来的方向 它也是一种感觉 有些有天赋的孩子就会觉得 这球对方只要拍形一出来 他就知道在哪里 他就会跟着去跑 然后球打到你拍上的时候 多大力度 他自然而然 他就会做出这种相应的力度 去适应这个来球 那么就打到对方台上 所以有些人他的命中率高 有些人命中率就低 就是体现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一上来 首先让孩子学的就是颠球 先颠球 对 比如说第一下 你先脱球 把球脱它拍上 你能保持平衡 它不掉落 能待个半分钟 一分钟不丢 然后在你走动当中 用走动当中 它也不会掉下来 就说明它对这个球的控制力又很好 然后再去颠 颠的时候那么就 球的节奏感就出来了 你用多大力度 能保持一定的高度 你要是能够颠上个 十几二十个刚开始 或者说能够颠个几百个 几千个 就慢慢往上加吧 就是有的小朋友就会 就会对不准 有些人一上来感觉就很好 就从这个就是最基础的 就刚开始就得要从这地方去甩选它 然后慢慢你再上台 对